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論述 或很清楚的研究 但如意來說 今年不然沒有這樣的兩個法案出現 出現了之後 我們準備要的問題 真的就可以贏任得緊 這道理是一個大的問號 再加一個前提之下 這樣子的法案 第一個道理就要去深思說 有沒有它的必要性 那如果應該怎麼處理 那還有 如果真的有它的必要性 這兩部法案的實質內涵 可以對證下藥嗎 那除此之外 有沒有這個源頭 而徹底去面對我們這個可能的風險 這樣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因為 最近發現有這樣一個問題 那剛好跟我們說就是我們環境法案的協會 要舉辦這個會員大會 那因為會員大會的廠次在校 那我想說再來就是我們今天早上的 就是先以我們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待說 這一個法案本身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 譬如說單純只是做 那種比較西部的 立法基礎的考論 那大家可能會很有興趣 所以在這個論壇裡面 我們同時邀請了兩位教授 那魏平老師呢 他就知道剛才國內大 就是最為的這個社會風險 有的這個權威 那我想我們怎麼就要上其他呢 從這個風險溝通的角度 來看待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那個 這個風已經退休 但是還是非常關心這個 我們這個以台灣實施的這個 曾孤三老師呢 那他會從德國如何 一個現在是積極的 他們合能的基礎絕對不弱人後 但是卻積極的 學會比較發展綠能 這樣子回家 他們如何去處理 面對那個回到這樣的議題 我來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那希望呢 就是說那個 今天我們回到這樣的 準備的內容 可以讓大家 比如說 可以重新的去了解 或者什麼呢 這個答案 以及或者說整個台灣 要如何面對 這樣子 這個合非料 以及合能的這樣一個議題 好 那那個 這個 我們很感謝那個 兩位老師呢 假日呢 可以 還願意來這裡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 當然先給他們兩位老師 一個答案 那 我是作為那個 EJA的 環境法律所謂的議事檔 那我想我都簡單的 先把我 比較從法律的那個 面向 看到這兩部法案的問題 先 高專一的先提出了 我個人 一些看法 那 等一下 雖然後面會有些事接 來可以救到 各位的先進 那我看來 我的標誌 大概就是幾十年的 前一陣子 我在那個 就是 你真的有寫的 配合單 這樣一個賣桌 所以這兩個法案 我們再看之下 它 是不是真的能解決 常連以來 這個配料的問題 所以 我的標誌是說 但 不許 這是一個 可能的意思嗎 因為本來就是 常常 所以 看問題常常 會從 先從 這個可能 造成的 負面影響 是什麼 他來想 這樣一個問題 那 這是兩個 這樣子的一個法案 剛剛已經提到 但是 其實一個 最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就是說 先看行政院通過的 就是行政法人 方設新非西部管理中心的設置條例 所以 明天其實 所有負面影響的重點 都是在規 幾乎在規 他們這個行政法人 就有組織 那到底 這樣子 我們說 唯一的 唯一可能的 是在於說 現在呢 都是由台電來 製造 由他做文化件來 製造的配料 那 之後呢 也由他要來 處理配料的問題 那當然 這樣子可能 我們從他過去 在合電廠的理論過程中 大家會不會太有信心 那所以 重新成立一個 這樣子的管理中心 但是 單純 只是成立一個管理中心 對於我們 處理和配料的 技術面的問題 它 沒有辦法提供值 解決的問題 那 後一個法案 就是 方設性被西部管理法 那裡面其實有 除了非常非常多空白說 其實上有很多本質上的問題 那 接下來我剛剛簡單的 就要這樣講 所以 那 回到問題 我剛剛開場也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說 我們從1970年開始 新建 第一個 第一次決定開始 新建核電廠 開始到現在 那我們始終沒有 認真的去面對 核廟藥的問題 那其實也沒有 認真的 認真的去找過 這個 處理牆子 尤其是最終的 那 連一個 我們講 敵方設性的那個 核廟藥放在南嶺 外放在那裡 而且 那個契約早就已經過期了 現在其實 是沒有在引起那麼久的 但是 政府真的是有辦法處理嗎 如果 連 敵方設性的 那個 核廟藥都沒有 處理處理 處理的能力 那 高方設性的 會有麻煩 所以 我們當然就會擔心說 那這 突然間 出現了這樣子的法案 它真的可以 因為法案的訂定 我們 過去 事情 年來 無妨面對的 最可放設性 核廟藥處理的問題 可以因為法案的訂定 就 一任何解 這個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 尤其 如果我們看到 福島核災變之後 那個 福島核災 就產生了公共 我們不要說它那個 比如說 米光 它的那個 為了持續的 讓它 降溫冷卻的這些 汙染的這些 汙染的這些 汙染水 它 就說 不管是 那個 東京 便利也好 或者是 可能是 可能也是 沒有辦法處理 它還是直接讓它排放 那排放的結果 最近的 我們做的問題就是 那 周邊可能 受影響的這些 新鮮食品 就不是海鮮人 它進口到台灣 那 簡單的方言到說 所有的 在周邊 製造的那個 池品 後面講話長文表 進口到台灣 那最近 日本海鮮的話 都要告到大陸地 喔 那這也是這樣 如果 日本都很難處理 那 很難的 考慮工業技術 那我們真的有辦法處理 那當然沒有辦法處理 也是必須要面對付 因為 我們已經有 可以一和二和三 已經在進口 那 當然 這裡面呢 過去 花唐的前一陣子 在那個 和氏九國際功夫 已經在那個 辯論上 也更早 從民進黨時代 曾經把和氏九國警戒 然後做了一個評估 就之前的評估 然後警戒 然後再 再後來又被國要全部復健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呢 我們一直知道很多的 台艦人士啊 永和人士啊 或者像清大和公系的這些教授 一再的告訴我們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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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國外已經成熟 我們知道 在國外 在 如果 國外是不是真的那麼成熟 我們不知道 我們講這種 我們相信說 是 它真的很成熟 但是這就是告訴我們 它 一再連外 就是說 國外的基礎已經成熟 但是台灣顯然是國會 所以它不敢講說 台灣已經有 已經也有深度的研究 也有實力的保護 那我們就不敢講 它只敢講說 國外的技術 處理的技術已經成熟 那第一個 那個 一再連外的 那個 是說 我們不會 那第二個 意涵呢 如果國外的技術真的已經成熟 可以商業的 就是這個技術 可以做商業上的使用 那 登山提供之下 它就可以做兩種 商業的 邏輯 商業的遇入邏輯 第一個呢 授權 技術輸出 我把 我可以收取高偶的全景 我把技術輸出 那第二個呢 我來處理 你要付我錢 那當然 錢者單純技術輸出 可能付的錢比較少 但是呢 如果你 交回來他給我處理的話 我收的 那個 處理的變化會比較 而且會高很多 它可能有兩種 商業務者的模式 那這個單純 涉及到 當地 國家 政府政策 我要不要讓 這個技術輸出 或者要不要讓 國外 以及這種 所謂的 高方設計 類料 讓他 運到 自體的國家 裡面來 讓這些企業去 去付 那不是幾類的 你身上的問題 但是如果 真的是 就是說 它的技術已經是 可以做商業的 運轉 可以 做商業模式 使用的時候 那我們 還要 挖 非常 非常多的經費 去 在這個節股點 才去設 所謂的 國家地下實驗室 再投入經費去研究 這就可以有兩種 這樣子的液涵 好 那 另外 我們再簡單的 再比較究竟 就是說 同樣的這些 好幾個地震 尤其最近離過的 大地震 持續的 還有這種地震發生 那當然 死亡很普通 還有很傷痛 但是其實 大概應該可以 提一下一點 現在國際的一些 救災的人員 物資都進去 當然 勝利水平很傷痛 但是 其實價格滿足 我相信 只要幾年內 五年 十年 可能他絕對有辦法 重建 重建之後 當然 會更加的健康 讓人 也可以運行 所以說很快 他們不用離家太遠 而且很快 重建完之後 可以關注到家園 當然 台灣不信中的殺氣 九雷大地震的時候 是發生在 沒有 那個 核電圖的東部 在此最嚴重 所以 也很快的可以重建 那 該可以回得去的人 也都會回去了 那 日本的福島 到現在 還有 恩樂羅伊爾小姐的土地 福島的那個軍裡 被迫先例下雨 還有八萬人 住在土地 他們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 可以回家 以日本 我們想說 各方面的基礎 那麼先進 不知 人員這麼多的衝突 但是 他們裡面 也完全 束手不設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讓 這些 沒有多想自遷移的人 可以回到 屬於真正的 屬於他們的下 甚至 還要產生這些 所謂的 不設實體 那我們從這 這幾個面向我們來看 就是說 那 台灣三次 非常的虛擬 但是我們 真的能夠 持續的 吸引下去嗎 所以我想 要談 合分後端 合分要注意 我們要先去思考 前端 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生活環境 好 這一部分大概簡單幾多 那我們就回到整個法條上面的 就是說比較詳細的 就是比較簡單的 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官方版的這個行政法人 這個管理中心 他總共他有三個條文 那後面有三個法條 大概想說 可以入院啊 那個是已經起了 那個是大概 就是說跟 跟我們兩方面的行政法人 也沒有關係 那 那 對方說 第五條到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中間是有二十六條 大概在規定這個 他的董事啊 監事啊 其他組織成員的 效果 要怎麼去做 基本上都是在規範 這個內容 那 勉強跟合費要的處理 還是一個關門 第一個呢 比較重要的是 第三條 他有規定這個行政法人的 業務範圍 他會包含的最終組織場所的選擇啊 設計啊 建造啊 運轉啊 維護啊 那甚至裡面還放進了一條 對於到政府還會想要 對於想要把我們的高階放生 就是這個 用過燃料棒呢 拿到德國去做短站的那個組織 還可以到境外組織的一個依據 把它淋進在這個房條裡面 這是講他的業務範圍 另外呢 第二條 他把這個行政法人的監督權 交給 因為這是經濟部 好 那 再來就是第十條 林地一 他可以接管 七十條 就是被台電借 用借子 在他借完了 借子通了一個 後關 合電的後章 英文 以及 所以由這個 這一個單位再來附 但是這個行政法人的組織 他很難吃了 這個請就變成說 如果他如何運用 而且還是交給七七部 都給我換上不一樣 但是他實質上呢 唯一的好處就是剛剛講的 避免讓台電人一手操控 求贏監裁判 只是這樣子 前端他是核費料的 因為是核電的營運廠 所以他當然就是核費料的製造者 那 那 核費料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如何的去管制 那個 這個 這個核費料的處理過程 如何去營運管理呢 要不要做單獨的一個行政法人 來 監控 台電的那個處理 或者是由他的決定 來控制一下 他主要的問題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基金的運用呢 就是未來 因為建築權只剩下的經濟部 那 公布都完全遺脫了 未來 一百一百的建築權 這樣子的運用 大概也不太好 這個就 我覺得是只要提供的 那一百一百的代理 就是黃道順的版本 那 我覺得這個版本 其實有充滿一個 基因主義的特集專項 這個是 對這個內容 這邊就比較 因為他比較有實質 牽涉到 放射性廢氣物的處理的池子內涵 對他們的那個理由 比較過一點 那第一個呢 其實我們 剛才這個科技專項呢 說第一個最簡單的 在我們 剛剛很早之前 就已經完成立法的 地方自設性廢氣物 最終組織廠子的 那個組織設施廠子條例裡面 已經一定說 那個 你的層子需要經過地方性通通 那當然不行 這樣子的門檻太高 所以肯定實質地找不到 那 在這個 在這個 洪東順的這個版本裡面 就把它改成說 第一個 只要地方議會同意 就先可以變成 後選盤子 大家放心 地方議會的生態嗎 牛鬼 蛇 水 什麼都有 我們放心 交給他來幫我們 這個決定 如果 在 十幾年前的 這個 地方設計分析最終組織 設施廠子條例裡面 都已經 落實到 主決議員選了 十幾年後的法案 我們要 讓 直接民主 都退了 還要讓他倒退 我想這是 基本上要選好的 那 第二個 就是說 變成後選場子之後呢 他接下來真正要被決定了 確定的那個場子呢 他在法床裡面 在設計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在第八 看著法案的理法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設計另外一個叫 放射性廢氣物 資訊交由雲會 資訊交由雲會 和雲長 由他來對方行使同意權 那 這個 資訊交由雲會 是怎麼產生的 這 他還是 他還是只有少數的代表 那 大家看第八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的產生 這個 我們說從第八 那個 第八條的 對不起 第七條 第七條的規定裡面 他其實這個 這個法案裡面 這個資訊交由雲會 到底會有多少人 都幾乎是大 政府沒有規定 他只說由各縣市 各直轄市 縣市推薦的 社會公正人士民間團體 帶回去專家學者 還好他放一個 可以 取資訴訊後 他完全沒有辦法帶回 但是各縣市推薦的 社會公正人士民間 代表解決的人 下去看 到底有多少人 每一個縣市能夠推薦多少 每一個都不變一個 還是他們能夠別的推薦多少 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專家 來做決策 來一樣是取代 本來的 這個地方設計 很重要的那個 以及是可以用地方功夫來處理 為什麼 一樣的道理 為什麼選出了專家之後 我們就要完全交給專家來決定 專家就是比較適合幫我們評估風險 做風險的揭露 那要只要承受風險 我是應該由我們人民來自己來決定 會比較好 那另外當然還有很多 單純立法技術性的問題 譬如說他規定說 由直轄市縣市來推薦 直轄市縣市可以推薦嗎 他是一個抽象的關係 他是一個區域 那理論上是應該 理論上是應該有俠實 縣市 政府 譬如說有這樣 然後還有你名稱 名稱叫做資訊交流 方設性跟性物的資訊交流 實際上他要做的是 候選長者就會無敵解 這個名稱會不會有問題 那當然還有講 他的成別的多少個 然後各縣市 各個地方政府如何可見 其實都不太清楚 這是這個法案才第一層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在第八個 另外在檢堂下 或在設另外一個 說 非欺負科技諮詢有誤會 那一樣的道理 第一個他說 由中央研究院來修建 他的修建多少個 修建一個 一個工程違反 修建三個 修建三十個 也沒有修建 那再來 為什麼只能由中央研究院來修建 我們不否認中央研究院的基礎學術呢 他是一個基礎學術的研究單位 這是國家最高的學術單位 但是重點應該是基礎學術 可是放射信跟信物的處理 他會不會有高度食物性 食物的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 應該是要由中央研究院來做推薦的 我們也不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前面一個資訊交流委員會 好像現在就用一個科技諮詢委員會 但好像有稍微定出他們的權者 看起來好像稍微有不一樣 但是有需要給房價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在草案的第二條計畫款 他對於移民者的定義權責上 不要施放在施水放射性 被棄物的處理 那可是我們從第九條法來看 你看他這個規定 營運者因減少產生放射性被棄物 並對其產生放射性被棄物 進行處理後 運送至主人設施 那重點應該是我們這才叫做一個 因為我們就算比 但是我們是 過去不會有產生的 這個問題 雖然說我白眼睛是白眼睛 我不反對 但是重點是在說 如果是一個單純的 草案的第二條的定義 它是單純放射性被棄物的處理症 它應該是後端的處理症 但是到第九條又變成是 它是屬於 會產生放射性被棄物的移密症 那這個這樣子在草案看來看 這就是改變一下 所以改變如果又變成是移密症的話 那我們是剛好把它檢套了 它不需要經過地方性公共來選擇 然後可能是怎麼 就是 後面就很多可以處理這樣 而且以後呢 監督商就有在基地部 就是他上基地的習慣 然後都給我可以去檢測 這樣子會不會那個問題跟他們提供 那 但是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真的瞭解 想要接通法案的這個例子學者 當然他們最主要說 因為這樣子呢 幫台電的解放之後呢 他可能可以關節到第十八條第二項 所以政府必須要可以 要奧揮軍資去 運算去設立一個國家地下實驗室 那因為設立一個國家地下實驗室 那你會開始要不斷的經費 或者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如果我剛剛就開始跟大家講過 如果連長期來各個同學相對專業的 新大和工系的老師 都只敢講說 放射性對性物的處理技術高階的 高放射性能 在國外已經成熟 他都只知道現在都是敢這樣子講的 那我們其他人進去研究有意義嗎 還是說 如果他國外真的成熟 就如剛剛講的 那我們就是買全力金 目前已經買他的處理技術 進到台灣 還是我們乾脆做 花定大體的錢 拿去拜托他們處理 那這樣就要 只要被通得過這種 那個所謂的這種 剛有的放棄 這個微信呢 這種跨國轉運的這些官員 就是當地國家可以補 他們不是跟地有來源 好 那再來就是法者的目的演奏方法 目前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國家在處理這種 被棄物清理 或者各種污染防重 通常工污水屋 各種污染的防治環面 對於任意的產生污染 公開污染 或者任何棄資被棄物 排放污染 這種回饋的規復性沒準 我們除了足以 拔 收收 拔遠 除了會有處罰之外 不管是 更一種組合的情罰 比較興奮的 其他事之外 都已經會附加其他的強制處分 譬如 我要求你現行改善 如果你不改善的話 我可能可以 又令你移業啊 政策許可啊 愛執行等等 這套公權利 但是在這個法條裡面呢 只有處罰 行政法 幾百萬啊 或者有的最高的敵義 之後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的法條 其實跟過去呢 會有很大的那個不一樣 所以呢 這樣的情形呢 會讓 會讓 那個 營運者呢 產生一個 一個 法律上的漏洞 就是說 可以的 可以的 搜尋 具有的手機 就是手機 手機之後呢 他可能可以 非法的 那個 偷測 這種方式 可以進來 或者 這時候 他可以 以後 給非法 去妻子 是否要不丟 分丟的時候 最多讓禮法 一億元 那接下來 我已經解套了 這是政府的責任 做法到處 我們要去處理 被欺負了 因為他已經被迫 他已經被迫 他已經對他的迫法 重複了他的 法律上的最高代價 那 疫情的迫法 接下來就不會讓他得起 我們要放棄 這樣做法 存在 那 尤其呢 這個對於 飛氣格認定 這時候其實 機器目光 已經就已經很多 很惡劣的 不好的情歌了 就是 我們以 那個 像最近 常常 有很多 第一個像 平線飛氣組 或者像 我們的那個 煉缸啊 或者水業 就是說 產生最後的那個 乳渣 這些乳渣呢 我們現在 經濟部份 看了什麼話 沒有說 這是現在呢 這國外確實實講 不是可回收 再利用的 那個 物資 那 所以呢 他說認為說 就不管三七二十七 就直接問他 現在是可回收 再利用的物資 所以他說 不再屬於飛氣物 不再屬於飛氣物 就不需要飛氣物 可以注意 所以呢 大家以後 包括那個 爐渣 沒有地方 或者家裡的 垃圾 沒有地方 家裡的冰箱 變壞的冰箱 沒有地方放 最大的 最大的經濟部份 就是門口 因為常常說 這個叫做 那個物資可回都在利用 所以不能用飛氣物 去處理 罰你們 那 這樣子就變成 無法可回 譬如說 現在奇山 那個 背中鋼的廠商 用了很多 廢爐 他說 我只能用去 雖然說 你那個農替鬼會使用 但是接下來 他說 我沒有辦法 又可以欺負西武老子 因為他不是被欺負 所以他就是不恐 那不管 其實我覺得 只是鼓勵干涉的那個 地址 那個 沙石 就 就 故意談 然後全部划上 全部被刀 反正他也一樣 沒有不好處理 因為他自己講 他不是被欺負 他不說 他不說 那你還要 那我怎麼辦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敢把 就是說 經濟部跟環環 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你說他們從來都沒有認真的 要面對台灣的被欺負 用點 不見不見 把他的表面上的名字 從被欺負 改成可再利用的資源 或者物資之後 他就可以 他們不在來都可以 適合不見 以為說 我們被欺負出你的問題 全部都叫做不見 因為全部都被欺負資源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 放心的 敢把 被欺負 尤其 現在是更可怕的 這個放射性被欺負 交給 好 即負工業局 跟 這兩個法條裡面 經濟部關鍵局 就是這款經濟法案 公開的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環保署 把這個被欺負 一個欺負 他也不管 那環保署 他也都不管 可是現在這兩個 這兩個法案 官方法案 就是民間法案 同時呢 官方法案把他的 監督機關 變成了 經濟部 這個民間法案 把中央主管機關 定為 經濟部 不行 在 我看 國外的規定 再總也應該就是 央視屬於環保 類似我們的環保組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或者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放射性的 就是那個 那個管制單位 應該就是只有這兩個單位 都比較適合做經濟部 會放到一個 你想要做經濟發展的經濟部 這樣的邏輯才是很厲害 那當然還有 還有裡面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裡面有非常非常 根本深深的法案 缺有自己的空白授權 那等於這個法案 最後呢 怎麼 這會變成什麼樣 也不是現在 我們已經看清楚 他最後還會要 經濟部 還會定徒更好 跟他的空白授權 定徒的一些 我們難以預料的東西 像這樣子的法案 其實我們當然覺得 非常不放心 我們不是說我們的 放射性非欺負的問題 不應該去面對 不應該去處理 但是這樣子的法案 反而又不放心 那就是一下 我簡單的 對這兩個法案的 那個提議 接下來我們請周老師 從這個 風險溝通的 那個角度 來跟大家做 要做一個 自己的問題 我可以做了一個 不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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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我可以做 很穩定 這個 一個 一個 我可以做 得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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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因為受命 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接到一個通知 讓他來打 這是開闢的新的戰場 我最近常常在想 整體的社會轉型 就是說能源轉型 還有整個產業轉型 那其實 我昨天才剛才說剛連講 我覺得很多東西 很多月的數字 可以大家一起在台北的信心 那面對整體的台灣人轉型 其實我們有很多是需要長相的地方 那其實這兩部草案 其實就是可以顯示出 我們整個社會在 在轉型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還是有非常多的 從我的角度就是 風險治癒的典範 產生非常大的突如 我們大家剛剛走進來 都可以看到我們背後 有非常多年輕的同學 在那邊練表舞 甚至練詩曲 那這個世界 好像跟我們現在關心的世界 不單體管理家 和尚對尚常常年輕 那如果我們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想像 或者我最近一直也在想像這個 我想 當然今天這個 EJ舉辦這個論 我想也是重要的一個擴展的技術 我們看整個全球 或是世界各國的社會 面臨所謂的轉型跟聚點 其實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永續 那大家記得吧 永續這個概念在1992的熱戀禮東會裡面 提到的其實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一個是煩惱 當然就講經濟吧 第二是社會環節 第三個是環境保護 第四個是時代政 社會環節 社會環節的內涵 是表現在一個國家面臨重大的科技正義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 怎麼樣的管制模式或思維模式去發展 去思考去進行一個新的融資 這是我今天想展開的 所以我大概會花一點點時間 其實主要是先談這個 我關心的一個 心心科技跟多點治理的模式 那我把一些東西禮物掉 提一些比較重要的一個元素 然後最後最後的五分鐘 因為剛剛在律師會 鄭老師都會針對人的草案 其實比較細膚的法律 那我會做簡單的 那我們知道其實 從人類大概從1970年代之後 我們只有一個1989年 直到1989年 劉蘭的commission 提到這個 1989年 其實霧顯的就是 談一個全球化的風險 這樣的一個全球化風險的內涵 其實它就是 就是談的是 各一的性 哪一般工資性 過加循述性 這個其實不難理解 各位只要想像 Husima Exit他這個無色擴散出去 經過洋流、經過空氣 擴散到世界各國 海洋擴散到魚類的食物裡面 所以這變成跨境的一個絕對化的風險 面對這樣一個絕對化風險 其實他的治理模式 跟過去1970年代發展起來的環境治理模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這個是必須要先去認識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面對一個問題 是我們現在的世界各國對環境治理 除了全球軟化 或是我們現在跟中國大陸 我們會關心他們的PMI 對於核冷的問題 我們都是世界各國各自在說的 未來世界有一個跨 東亞有一個跨 跨國的 或是應該是跨國 穿越國家的對核冷的管制 譬如說韓國現在輸出了 他們要在沙利亞國輸出一個分辨場 他們為了證明他們很行 所以他們也做了一個燃藥棒的一個處置 然後他們現在必須 我記得上次聽韓國的朋友的一些簡介 他們必須要在5月20起之前 證明他們這個燃藥棒燃燒是可行的 當然這個從南韓的板核人士的角度來講 這是高度危險的一種 為了擴散他們的核子工業 做了這樣的一個燃藥棒燃的處置 類似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trans National的一個 Risk Governments of nuclear Nuclear power or nuclear waste 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一個點 當然就是很簡單 從通常我們在學理講說 最明顯在人類歷史上 尤其近代史上 SARS 2003SARS在東亞 產生了很多跨境的問題 因為它發生層民無法局勢 韓以控制派斷 然後會超越地理相界 然後會全球的路過散 SARS當時這樣 再加上無形馬事件 再加上全球的馬事件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跨的 跨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人類的社會 這個其實在1970年代以後 開始從重工業的社會 轉向一個以資訊跟科知識 為生產基礎的一個社會 其實它從此帶來非常多的風險 但是它事實上帶來的 大家可守能想 知識經濟、資訊經濟 OK 到今天的市局 所以它會產生了非常多的 健康、物種、生態、社會跟生態的充足 但是它又帶來很多經濟的benefit 譬如說上個禮拜 這個我們內政部又提到 要做這個世衛卡 又要把多卡合影 那我就在想說 那這台信心 一間半半年 一間半年 現在政府觀點 怎麼會 這個 所以類似是這樣說 它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 高度不確定性 它會跨越什麼領域的 用這個觀點來看 欣欣的一個 那這個 就是說我們過去在我們整個環境 自己的旅郡 除了是在一個內國自己 內部的恆立自己的旅郡 它最重要的 還是在1980年代以後 透過新自由主義的這種意識形態 就是以國家競爭力 國家創新優勢 帶來的這種經濟發展模型 剛好這個經濟發展模型 套在東亞的這些國家裡面 南韓、台灣、新加坡 甚至我們剛好是一個 在所謂的經濟起位的一個階段 換句話講 在西方國家 他們把一些污染性的 把一些危險性的東西 譬如說日本的石化1970年 把危險性的高石化 移轉出來 或是電池高污染 移轉到這個東亞這些國家 所以我們加上這個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意識形態 其實變成一個合攝的 以合攝的 以犧牲環境 或是犧牲勞工體系的這種 這種經濟模型 所以它的管制模型 絕對是受到的 這個是說我們從1970年代 五區街鬼在西方社會裡面 非常大的一個變相 但是因為到了2000年之後 台灣還有很多的產品 科技的產品 科技的競爭 甚至我們的核體的問題 其實都沒有一個 哪一個國家說是超越哪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共同面對的這些 已經人類一直營養下來 幾十年 一、二十年來營養下來 沒有數據的問題 譬如說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軍隊化問題越來越嚴重 然後核電廠越來越老 終於在2011年爆發了五十年時間 那當然大家都可以 越來一定會越擔心 核電廠這個東西 因為它的機器越來越老舊 它的體系越來越老舊 會發生的工錢的機率會越來越高 那這就是過去大家把一些東西擱置了 然後認為這個機器可以處理 認為透過經濟發想可以來cover 核能從和平用途轉成商業用途 轉到現在變成世界對國為 叫成這樣 那現在當然大家 可能都會去國家 甚至還把核能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像法國跟南韓 所以這裡我要提的一個觀點就是說 那我們在這樣的接軌裡面 我們在自己的 在東亞我們台灣自己的定位到 如果我們是以新自由主義 都市度到來這種競爭 那當然很多問題就會 很多的刺激思維會產生非常大的問題 譬如說陳律師剛剛提到 這個阻擔機關的經濟部 來管理核廢料 這個我待會有一點點比較的 我們在關心2005年代曜新事件 有類似的事情 所以台灣在過去跟非常多的 如果我們講說歐美國家回聯盼的話 有一個階段是非常類似的 都是以傳統的技術官員 主導的研發 主導的這種科技製品 所以它會非常強調技術 強調科技的證據 但是面臨這些我剛剛講的 面臨這些新興的跨全球的 穿越全球的風險 事實上它有高度的跨越疆界的特性 高度跨越領域的特性 我們譬如說剛剛合避掉這件事 它跨越了幾個領域 各位給你們想看 健康 環境 經濟 甚至化工 非常多的領域都需要訓練 這樣跨越領域如果過去都是以那種單一 單一式的科技輔導的科技評估 或是科技溝通 那當然一定會產生問題 所以在黃昭順版本裡面的第七條 談到的這個資訊交流委員會 我想是針對風險溝通 然後是第八條的 康澤慶佩新的這個科技評估委員會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組成 基本上都是停留在非常舊的模式 因為它沒有辦法體驗這個東西 是一個跨境 跨越境的東西 那為什麼 尤其當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想也不是核廢量 我們看看很多 譬如說台灣最新一兩年的食品問題 它都是一個跨境 跨境 跨境的問題 那在這個模式底下 如果還用這種單一的科技思維去處理的話 尤其核廢量在東亞甚至在台灣 都是非常重大的社會議題 我們必須要知道 它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科學議題 它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議題 那重大的科學議題當然我們可以交給科學專家來處理 那科學專家進入科學科技諮詢委 有沒有代表的成本怎麼組成 還有正當性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 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重要的議題 也意思也就是說我待會想到說 核廢量這個東西其實不只是一個科學議題 它會接觸到社會跟倫理的議題 到底這個社會的prevalence 我們要不要來處理核廢量 或是我們應該怎麼來看核廢量或核廢量這個問題 這就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這樣一個倫理的問題是科學專家沒有辦法幫我們解決 甚至我們這些念社會科學的專家也沒有辦法幫台灣解決 而是必須要透過審議多遠的專家社會審議的程序才能夠足夠有正當性 那我先把這些模型講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在全台灣過去的公開污染跟科學不全面前的爭議 說電腦設施 電視波爭議 周洛金出貨 現在TPP 這個TPP 傳給我針鋒暴行 大家實力 最近這個中科三級交往引呼這個意思過去 大家的所能講還有更多的理解 都介於民眾之間 專家之間 連專家民眾之間都對立 所以我記得幾年前就常常講說台灣是什麼地盲嗎 核爛情 那我覺得轉講這些句話的人是不負責任的 他自己才領導的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的科學優勢 科學知識是高於其他人的 所以那這裡他們就說過去處理 而且甚至台灣在處理這件聲音的時候 很可惜的 我們這也是我們努力不夠 我們在學姐裡講了至少十年以上了 都還是用同樣的模型在處理這些科學聲音 然後不承認這些科學爭議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社會爭議或倫理爭議 就是把問題是界定在科技 然後就用科技的方式 在台灣我剛剛講那個背景 跟歐盟剛剛開始很大 都是用專家政治 專家科學評估委會 就來處理這樣子 往往遇到很大的反彈 那我們待會就要看到歐盟怎麼樣來改造這件事情 才會恢復信任 我先把這個講完來講朱銀翰老師 最近一天在天下文章 我來聽論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一千歷史的紀錄 這個所能講大家就不要寫 那我要紀念一下我的老師 他在1986年裡出版的 《風險社會》這本書 他很不幸在今年一月一要去世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 那這個是七級的事故 從四級六級 四級六級以前到四級 那這一個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典範 對核能發展的典範最大的一個衝擊是 過去大家都認為核災只要發生 就會像三立島或烏克蘭一樣 收稱就是三立島一樣到四級 然後用快速的農協 快速的核棺材把它蓋住 確定把它蓋住 可是在古希馬斯的世界裡 產生的複合性災難 到處大家知道的是說 我即使做了很多防犯 但是我不知道海啸會怎麼高血位性 我不知道地震會有多大 這是一個複合性災難的概念 發生的這些災難的概念 可能甚至會比奇蹟更高 各位如果台系的311 2011年代幾天 如果我們每天進的電視 真的是非常害人的 年明公四級 年明公五級 然後等到美國的Pentacle講說 我們太多偵測到你的輻射層 輻射量根本就是太高了 日本政府才承認說就是這麼高 這是一個隱瞞的 科技資訊隱瞞的一個過程 好 那這一個事故 這一個事故 打破了大家認為核能電堂在爆炸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四級的程度 然後要把它蓋起來 就是不會外洩 已經打破了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食品的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核武射標準的問題 這個事情在1986年歐洲發生過 因為烏克蘭林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核子城到處亂跳 所以這核武射也還是亂跳 那這句話當然就是 他們當時的堅持人講的 就是如果沒有統治好的話 什麼東日本大概都得被洗掉 然後這個如果當時吹的是 是這樣的風向 其實到東西其實應該是不可受死後 那這些就是大家的記憶 就是說核能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高的科技系統 它可能是低機率 但是一旦爆發的時候 剛剛講的是複合性栽產 你沒有辦法預測的時候 是一個高貢獻的時候怎麼辦 它是跨越領域的 衝擊到各個領域的 不是只有把他這個 我們在尋找台灣的福島壯士 和白那樣的情景 好 這些都是核手能講的 我可以講 就是台灣的情境 我們來講一種模型 就是說過去的專家政治的觀點 是在工業社會底下的環境政府 環境政府的觀點 那這個觀點 基本上它也是在一個 內國的環境政府的觀點 所以它基本上都認為說 其他的污染 或是這些事件 科技的事故 或是可以預計 可以計算 可以明明 請問大家去看看SARS 大家去看看福島事件 是這一個點半 還是是這一個點半 尤其它是從內國巴掌島區域 甚至到全球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時候 2012年的3月 美國的PENICLE 釋出一張彙星照 就是核輻射的水的洋流已經飄到美國的東西岸 已經要從東西岸 所以我們今天在教我們這台的工 我們這台很可能 我們留給下一項詞之後 下一項詞呢 就是複合性災難 你不知道它會怎麼辦 以前我們台南地域的同仁也跟我講說 以前這個拿海邊的企劃 只能講說一直脫水袋 可能講斷層袋 那最近好像有一個新的報告出來說 斷層 非常清楚 那這樣的一個 複合性災難的不可控制性 不可欺負性 那個狀況是更大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 新的四位點半怎麼辦 過去在舊的點半裡面 就是一個科學理性建立 單一領域專家評估 技術官僚的行政理性 我組個XXX技術評估委員會 現在就是說放射性被進入 技術評估委員會 我就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我沒有批評任何人 但是這樣的一個版本 實際上是缺乏思維到我們當下 它在努力層面怎麼處 它在科學理性層面怎麼處 是不是要有更多的領域專家 然後專家的組成代表 民間的代表性 是怎麼樣 公民參與各級民主 那如果說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國家目前 重大爭議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股 有點哲學性 我早上來之前再把它抓手 這一張股是一個後場 它一個選的一張股 如果各位有興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怎麼唱 我來比較細的介紹 我們把這一關 就是說人類在發展科技的時候 如果說它 這個同時講說科技風險 從低到不到 就是社會的價值 從爭利從低到不到 科技發展如果它的發展程度 比較低的時候 當然它的社會爭利比較也低 到了這個地方常常在想說 比如說X光判理 X光判理 X光判理 它科技的複雜性越來越高 那它社會爭利也越來越高 有時候醫師的X光判理 會判理不透明 然後引起家屬 或是醫師的醫療治療 產生變成 然後產生整個社會的爭利 或是要求它訴訟 到了後場來科學 這些在講說當代的核能資訊 包括今天大家很喜歡 四居五居民間 甚至難民 這些科技 它都會帶來很重大的科學性的突破 但是它也會帶來社會很大的 很倫理上的爭利 所以我還是要講說 我們到了這個世代 如果還認為科技 這些重大科技的發展 只是科技的問題的時候 這是錯誤的觀點 我們必須要認同意理去 就是說這些重大科技發展 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的議題 它同時也是社會價值權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model裡邊 化學大科技 就是兩個因果的科學哲學史家 他們在1997年代 就是一直這樣一個觀念 所以他們認為是說 過去在這兩個程度底下做的科技屏幕 比較形象量化的科技屏幕 在那邊講一講 評論評論 試出去 然後民眾就一定要長調 讓民眾去接受 過去這兩種模型 如果配套到風險溝通的話 都是比較單線的風險溝通模型 就是說我們科技專家做新的科技屏幕 是根據我們的專業良性 所以請你們相信我們 所以請你們接受我們的判斷 然後技術官僚往往 就是政府的風險關係的 往往比這樣的model 去做了一個政策的選擇 那這樣一個單線的這個風險溝通 當然往往是失敗的 在台灣已經非常多的例子 我想我也不用提 各位 譬如說我們這個狂熱症牛肉 我們的衛生部 就組織了一個科技委員會 科技什麼就是 諮詢委員會這次 然後就出一個判斷 那隔天我想你們用個擺 而且擺盤比較緊 其實在世界內我都發生過 所以一樣就是後常態科學 這個觀點要討免的面向 涉及科技跟社會價值的不確定 尤其它有科技的不確定性 社會價值的不確定性 應該是科技的不確定性 我們講一個東西 我們把河北料銅放到藍裡去 這個對藍裡的等詞 是非常反應的證明的 那這個事情其實是要去處理的 是要去處理的 那它也就是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的不確定 好 歐盟 為什麼要提歐盟 因為歐盟就是在這個一個歷史的變動過程 他們去接受上述的一個觀點 就後常態科學這樣的一個理論觀點 那我一直要講說 我覺得 我一直也在納分之說 整個歐盟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 他們就是透過這個時候的事件 是兩個非常大的事件 一個是在1996的英國狂牛症的事件 一個是在1999年的基因改造 產品要進入歐盟 所以在歐盟的境內 產生非常大的變動跟衝突 所以他們 那英國觀念事件 就是典型的 這個組成的科技專家 去判定說 這個牛肉吃牛肉沒有風險 但是後來越來越多辛苦 想吃這個變動產生之後 歐盟認為整個詞裡要去改變 所以他們在這裡提出幾個重要的項目 跟百名書 這個我就不細講 他們認為說整個工錢制宜 必須要包含這些 那這些東西就是 你邊如何設計 那關鍵價值怎麼改變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最重要的四個元素 這個我們常常在講 如果我們用這四個元素去參考 現在行政院版本的草案 跟環稻樹裡面的版本草案 我們大概就用這些來進行 那一樣就是 這裡面是不是有 補合多元透明的角色 有沒有強迫到理解社會的理論資 然後專業知識如何民主化 科技評估也會怎麼設施 這個都是重要的 然後擴大工材審查社會 這個觀點就是 剛剛厚常在科學那一觀點所提出的 就是說一旦遇到這樣的科技正義的時候 你在科技評估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要擴大科學審查社會 然後要納入多元性 多層次性 要在眾多的知識建築體量 即使無過有提早預警的模型 各位再用這些東西來思問 就是說如果核廢料 打破傳統當因的科學評估 現在專業民主要審查 為基斯必須容納多元技術專家 風險評估不只是限時在科學觀點 那同時要去區分科學風險評估 跟社會經濟風險評估 所以這就是風險評估的模型 這個是WHO在2002的一章譜 在談電視播的固執 你在做科學的風險治理的時候 不能只強調技術而已 你還要強調溝通 整個溝通是一個循環性 過去是先做評估 然後做決策 然後去選擇一種單線 他們認為應該是要提出一個循環性 跟風險溝通的模型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小部分就來看 我們以發展型國家 我們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這種 核設經濟的模型 就我講的197年代 1980年代 我們這種強調以經濟發展為模型的社會 它的首相當的就是過去是強政府 弱社會 各位知道我們過去就是有威權的政府 公民社會非常歸 那現在台灣命令的一個行為是怎麼樣 民主化以後 科學治理這一個部分 那哪沒有民主化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從歐盟這個歷史 他們在2000年因為針對重大的 這個英國狂牛症 進行改變成磁品 甚至那時候有美國荷爾蒙牛肉 要進到歐盟這個案例 他們認為整個科技治理必須要轉型 必須要轉型到同時重視到社會 同時重視到倫理 同時重視到多元的領域 這個部分 那我們台灣可能還挺有在非常早期的這種 我們變不過了 轉不過大了 已經十幾年了 還是用科技治理的模型 而且是專家證書的模型 那這個專家證書的模型 又落在我們這種發展型國家 比較強調 比較強調這個經濟發展 比較強調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模型的時候 往往產生出來的環境管制 當然會遇到很大的抗爭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小國家 那個 我不敢講強社會 至少是整個社會多元的聲音都出來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指揮 剛剛詹律師講的一次 2005年戴奧心在彰化發生的時候 後來抓到最後前 我們彰化當年釋放出的戴奧心 然後人家社會要把 這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環境管制底下部 我們當時沒有戴奧心管制的標準 第二個 這個設計可能要把彰化當年 暫時關閉 工業局滿規 當時的工業局長陳昭義講說 不行 彰化當年是台灣 目前重點的十大工業局 不能滿規 不會不能貼紙 對不起 所以這個就凸顯了 這個事件就是 你以經濟發展為模型 你可以繼續犧牲環境 犧牲人民的食品 新生健康 那這件事情不是沒有小環的餘地 是台灣做得到 後來環保署 對不起 衛生署 當時衛生署 就在多了很多年 都在200年裡 把這個戴奧心的管制標準 印出來 彰化當年在2001月 就做到一那一課 後來再到3月的時候 就做到歐盟的嚴格標準 我要講的 主要補充後面這段的話 我們台灣是做得到 這樣環境為止 只是帶過政府的帶過不做 因為過去都是用這種 經濟發展的模型 特點是我們通常會引力跟 實質貢獻資訊 所以用這些觀點 然後我們過去 經濟發展歸零 優於社會權跟環境權 我們在你以來 威懲政策的依序 依序 現在是 那哪是科學專家處理的 然後科學跟環境權 變成台灣民主化最好的例 這是我一直在想 那如果我們去想說 歐盟在2001年的時候 就可以去轉錢 一直面對這樣的一個 跨境環境治理挑戰 去改變那樣的環境治理的思維 為什麼我們還停留在 這樣一個專家政策 而且我們這個濃度非常的高 每次發生事情 就是非到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到 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大概就簡短的看一下 大概這兩個法案 因為法條的部分 我想剛剛張君說 待會兒的一個 經常都會做比較細谷 所以我第一個要提出的當然就是說 回憶我剛剛稍微講說 核被料它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 agenda 它可能跟核能一樣 都是台灣社會要面對 而且要重大面對的一個議題 這樣的一個議題 是不是提出一個 從該侶者的角度來看 這個提出一個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在台灣的設施跟處理 到現在都還沒有定案的時候 因為大家有看 是不是用這樣的一個行政法人 甚至大家要設施一個管理中心 然後它在第二條裡面 它的建築機關是經濟部 一樣 核被料如果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議題 它不能把它限鎖到經濟部 就剛剛講的 那要新發生的時候 工業群是屬於經濟部 所以當然工業群反丟去管 這個昌華崗爺 是不是說這樣一個 真的重大的社會議題 怎麼會是一個 建築機關怎麼會是一個經濟部 它的董事會的組成 行政法人的第六條到第29條 雖然有提到三分之一的社會公正人士 和民間專家的代表 那我必須要講 我們台灣在運作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民間專家代表比例的時候 往往在這種發展的國家 以經濟驅動為模型 以PRO PRO這個科技事務為模型 去設置這樣的專家 所以這樣的專家的比例跟代表 常常會被迫使 常常會被迫使 這是台灣目前必須要決定的理 那我順帶提了一個觀點 就是先把這個觀點插進來 跟大家一起來共識 朱英安老師最近在天下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美國高鐵的案例 他說台灣現在就是整個都在火絕 台灣已經變成一個火絕社會 他就舉例說美國的高鐵也是怎麼樣延不當怎樣怎樣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通過了 然後現在在加州又有什麼 環保人士又什麼什麼什麼 不過很多時候到現在都還沒有蓋上 他認為這個火絕的現象 跟台灣目前非常相近 那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台灣會變成一個火絕社會 就是因為我們前面講的這些環境治理 甚至這些風險治理的思維 管制模式甚至管制的規則沒有變 所以當然人民不信任 人民不信任的狀況底下 就會產生一個火絕的狀態 所以現在遍地風火 看起來好像做什麼都會被迫反對 現在看起來的樣子是這樣 那現在台灣的一個男子是說 如果我們要回到剛剛講歐盟的那個魔性的時候 要施行的時候 我也到行政院的相關國約裡面去講 他們裡面就很激烈問我說 那這樣子民眾反對 那誰可以是真正的民意 民眾的專家 誰可以真正是民間專家的代表 誰是真正的民意 那我必須要講 這是台灣今天面對的問題 因為整個事情撐踏到很激烈的對抗的時候 這種火絕狀態 如果你要回到剛剛講的那個 比較理想性的事情模型 對不起 必須要一步一步 可以細步一段 從Piolet的東西慢慢來講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類似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行政院版本的董事會組成 我要講雖然它有強調三分之一的社會公正能事 董事會的組成生意 但是事實上會講說我剛剛講的疑慮 然後它也不太符合這個風險評估的精神 我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核被料它基本上是一個重要的科技的異權 它跟核能一樣 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的異權 那面對這樣一個重大的科技的異權跟社會的異權 如果我們只想要用一種技術處理的方式去處理方的話 絕對是沒有辦法講的 所以大家要想長一點 那再簡短到黃昭順委員的版本的時候 黃昭順委員的版本一樣 就是主管機關在第三條主管機關裡面 看它中央是在基地部地方是在各縣市 那這裡也是回到一個調整 這顯示是說我們黃委員的思維裡面 還是認為說這個核被料跟核能發展市 應該是一種經濟的模型底下思考的廣制模式 所以在現實上就是排便可能是 它裡面的所謂的經營者概念底下 所以來設置這樣 那我想我也不用多說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 非常奇怪 核能跟核被料 它絕對不是只有經濟的事 這個一定是要記錄清楚 然後它在第七條裡面的資訊交流聯會 跟第八條的科技諮詢委員 就是核無色廣廢料的資訊交流聯會 跟第八條的地資訊同樣也是有類似的問題 它在第七條裡面我想也注重到 它在說裡面也注重到要所謂的民間參與 持續扣民 剛剛跟我們講的裡面很相信 所以他說社會公正人士 跟民間團體代表的專家 會得少得相比一起 那這裡的一個問題是 你怎麼在台灣現在 在各方都爭議的狀況以下去促成這樣一個問題 尤其當你的法條的精神是 把這樣的一個核無色的這個管理 你的出版機關是經濟部 然後你就預設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營運者 又是回到台電的狀況以下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做的 我們可能要去思考 未來台灣的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後 台電被分割之後 核廢料應該要提出這個問題 那是一個新的戰場 我覺得那也不是一個新的戰場 那應該是一個社會真正 新品氣而來看台灣的能源 台灣的核廢產生的問題 台灣找不到核無色的這個最終設置場的問題 那怎麼辦 這個是總理的問題 台灣非常小 那怎麼辦去處理這些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說 這裡雖然重視到這裡邊的 所謂的風險溝通的一個說法 但是這樣的一個風險溝通 基本上 就我剛剛講的 在目前的組成裡邊 真的要大家來共同思考 專家這個所謂的 社會工專門師的組成 這個應該是怎麼組成的 大家可以細部再來討論一下 好 到了第八章的科技諮詢委員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我覺得我必須也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防造術委員的版本 有點奇怪 為什麼會是便利由中聯任來推薦的 我們講說能不能用台灣大學來推薦 那現在可能有政大會沒有說 那不如政大來推薦 我們政大學術一位好 我們叫台大 XX 為什麼不成功大學來推薦 我們成功大學有預理做得比台大好 就是說 這裡的思維就是說 鄧偉是說 就把中央研究院把台灣大學 把成功大學 把政治大學 鄧偉是一個科技中醫的單位 這樣科技中醫當然可以提出科技的專頁 來推薦這樣一個專項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在 我覺得這個大家來思考 因為推出這樣的一個法案 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批評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回到剛剛講的東西 就是說 你把這樣的一個科技評估委員會 限縮到這樣的一個專家思維裡面 那我們通常在我們剛剛講的模型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民間專家 或是說against x curve 那你用中文把它翻起來 你說翻成反對專家是不太對的 而是說有意義聲音的專家 那我們知道在學術上 在科學上 越有意義的科學是越博越的 是越博越的 科學是必須要經過辯論的 所以科學沒有辦法被假設 是有一個最終的真理 科學沒有辦法被假設是完全的終於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要講說科技評估委員會 其實它的設置 民間專家就必須要進 那民間專家什麼來產生 這個我覺得這是今天台灣要密備的科技 除了這兩個東西之外 我一直在各個領域裡面一直強調 我們不能把科學的事物 科學的事物 事為只是科技評估的問題 它總是一個倫理評估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強調 我們應該選擇倫理評估的委員會 或是倫理委員會來處理這樣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我們台灣現在面對重大的能源問題 不只是温暖的問題 我們面對非常多重大的核能問題 產業環境的問題 其實到最後還是要回到social preference這個討論 因為最終的承受者不是只有科學專家 而且科學專家是用有限的科學理性來思考的 我們必須要回到社會跟倫理的討論 所以我一直強調應該要另外設立一個倫理委員會 那同樣一個問題又來了 倫理委員會裡面的組成代表 是不是又可以被操弄 然後什麼樣才能夠比較順暢 這也是台灣面對重大的問題 那同樣的我想剛剛的一個 倫理委員會稍微提到 這個取消跟過去的 第一放射性分析物最終出次的 很常識的設施條例 要取消這個地方的支持 地方的共同 我想這個也是非常多重 就是說這一部草案的精神 其實也圍滿了你剛剛講的 透參與性 各位圖我還記得剛剛講 我們那四個透明性、管道性、責任性跟參與性 那一樣就回到 講這四個透明性、管道性、責任性跟參與 同時就是我們的相關的核電資訊 有沒有透明化、民眾有沒有access 可以去取到這些資料 那民眾有沒有參與的權利 民眾有沒有代表參與來進行決策區 我想這是我對整個兩部法案的 從缺引上的一個討論 我想提供給各位 好 謝謝各位 很謝謝周老師 就是從這種風險的自己的角度 跟我們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尤其說涉及到這種面向非常廣泛的 一個重大優異的話 該如何做 就是整個政府應該如何做這樣的決策 那這部分不是任何一個領域的專家選擇 可以說得算 好 那 這個地方大概底下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 那個周老師大概在應該是 一個多月前 他有寫出了一本書 叫《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文化》 他這裡面其實也有提到一些 講到剛剛周老師講過的那個 科技有的確定性 還有做一些 這個風險溝通力 確定大家可以去請來看 我在做事實上 事先沒有讓他知道 其實我昨天在五座原 大概也有做了一些推薦 大家可以看看 不過剛剛周老師有在做 他其實後來很快 他其實也有出另外一本書 是那個 風險治理的那個 公共信 那當然 那不是我 我自己也 那個 但我想 其實我們 在座的各位 大概都是屬於比較熱心 會 鄭老師 鄭教授 大概從德國的經營來 我們做這種 合避掉一起注意的那個 片段來分享 好 好 南米 知識啊 還有鄧教授 柏主任 還有我們現場 請來的回憑 各位是回憲人 大家來找 今天我所要討論的議題 主要就是 德國的匯格之路 從憲法 環境國的觀點 來加以思考 那因為 我目前已經從 東哥大學 退休了 我們的專職是 畢設服務局 關於測試 可以去 UBA 測試 卡特底 有我的 經驗會 如果 各位有興趣 可以 跟我連動 當然也包括 就是 酒肌的 農產品 目前也是 大約 我是從高度 也是 目前也就是 有一些 伊核包 還有 鳳龍蝦 喜歡吃了 好不好 來 跟我聯繫 乾 好 接下來 要加以 說明的就是 日間的架構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第一個前言 第二個憲法反進國的概念 第三 甚至今天的主題 德國的廢俄直路 第四 廢俄的保持規望 第五 回歸憲政核心的價值 最後來說一個第三的協議 在今天 德國的主題裡面 主要就是這個Loco 這一個 韓風高 核冷化電 這裡有一個微小的派遞 Nine Dunker 就是負貼險 就是管對核廢料 管對核能發電 不是管對核能發電的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裡面 主要所依在這個地方 好 那接下來 就是核位的問題跟會合 基本上是議題的兩邊 或者一下還有一個更近一步的圖表 就 rise 也要說明 這個核位跟會合 兩者之間 有一個 ironic 達魁 这 德國人包括 보는 h состав 還有けど 還有maya 還有ident positive 還有 hesitant 就是 基於 ROBUSTRIG 下車 就是準備要 加以淘汰的意思 基本上今天討論的議題 並不是我真正的專長 我真正的專長版本在反應形化 而且我雖然是從事有極的榮譜 可是我還是不忘了很多的本堂 在反應形化我因為準備要出版 新的版本的反應形化 但是反應保護的議題是反制的關鍵 所以就是為什麼今天為了立法的論壇 我之所以有興趣來參議 主要的原因 尤其是整個環境國人一定 適合可能在台灣來建議一個核心的價值 就是值得我們來思考的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到底我們要不要反應保護優先呢 還是要經濟化的划算 剛剛從山大律師跟周教授的報告裡面 也可以清楚的話 現在這兩個法案 以標都是所謂在經濟部 還有拿了一個主管機關 是否有這種經濟發展化的意味 值得來思考的 那最後就是說 台灣未來環境化值的發展 這兩個法案 這兩個草案 到底呢 以後要何契何從 我認為最根本的應該要從他的研究來加以思維 這就是更為重要的一個地點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明 審視環境保護優先 主要來就是 德國基本化 第一個是兩天 不如個列子 國家在合乎憲政秩序的架構底下 要以計法 法律跟法規的標準底下 並且透過執行前跟司法判決 也應該要對未來的世代 不得任的來保護自然生活基礎 這就是環境保護優先的理念 所以說一個國家 他應該要怎樣 應該要去憲政館 立法館 司法館 這三分 第一個國家 應該要去環境保護 做一個國家 統統統統 國家統統優先的政府 這就是環境保護優先的理念 這就是環境保護優先的理念 這的理念 這個理念的 1994年6月3日 經過將近12小時的佩服之後 幾乎一次性的通過 你看 德國多位只有629位 然後有622位 一次通過 幾乎是錢票通過 來包括基本法很重要的修正條 第一個 禁止歧視長大 這就是我人家也會說到的 一個社會恐嚴的理念 然後第二 強化不理的評論的權益 第三 國家環境保護的目標 就是把環境保護當中 國家最重要的目標 也就是國家已經保護最優先 應該人才有思考的意義 那基本上 在台灣 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像並沒有發現到 這樣的一個意味 這樣的一個情形 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然後 接下來 我們要講的就是 德國的一個會合紀錄 基本上 這裡呢 所提到的 就是剛剛那個 高火啦 就是 這個 微笑的太陽 然後呢 然後呢 在 這個 當中心桌 買當得 嗯 這樣的一個意味 變成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 一個 標記 然後在 統計是非常強行的一個 緩和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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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們談到德國呢 當年也會回到德國統一的問題 就是東德、西德在1990年的10月3號合併 那在東德的部分 當年本來有兩個二人化電廠 在統一之前就是1990年的10月3號 之前就已經把這兩個二人化電廠交易 退出了 那基本上 救了德國 就是西德的部分 阿德分的連者 救了聯邦德國 基本上到底要不要為何呢 德國人做很多的討論 相關的因素相關的議題 包括塩料工序的問題 經濟的效應跟安全管理 會不會危害到和平 會不會危害到安全 氣候保護的問題 公運安全的問題 以及電力輸出的問題 南美化電 電力集團 他的收入要指示 等等 這些因素的考量 這些因素的考量 都會影響到一個決策的運作 決策的運氣 好 接下來 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這個通訓研的理論 這個理論呢 是偶然的機會所掛的出來的 這個理論基本上 可能也不太成熟說不定 那我的思考 核冷發電 它是對外的哪一個區域 那核灰要的問題 是中間這個區域 會核的問題 是對底下的區域 也許有人會從 這種觀念認為說 會核的問題可能要放在最大 然後都會從中間 核冷發電 可能會對下的區域 可是我認為 核冷發電也所產生的 不管是會合 或者不管是合會 基本上好像 分析都一樣 然後 可以 藝術 實在 文字 雖然是 編導 然後呢 它的意義上 也會有一些 重大的 合同 基本上 我會認為說 合會的問題 會 會合的問題 合會要 到底 要 如何來家裡處理 可以 依到 剛剛 周主任 周教授的 影片裡面 也可以清楚了解到 今天 台灣社會 是一個 雷公的聯想 是一個 風險的社會 那在風險的社會 到底 要怎樣來家裡決策 要怎樣來家裡評估 這個 核冷發電的問題 那 核冷發電的問題 又跟核廢料處理 有高度的 管理性 如果 我們今天 並沒有辦法 可以明確地告訴 我們一般的 消費大眾 說 核廢料問題 我們可以 百分之一百 安全 獨立的 來家裡 處理 到今天 為止 核廢料 處理的 核心技術 再怎樣的 先進 都沒有辦法 它 是 完全 安全 不育的 這就是 一個 離空 可能在想 這就是 一個 風險的社會 必須 要把家裡 承擔 不育 基本上 我認為 同學院理論 也許 我給大家 更進一步的 來思考 核廢的問題 跟 為何問題 它的 一個 觀念性 那 接下來這個圖表 要分析 德國的 為何的理論 和一個 架構 和一個 結構 為何 基本上 靠 兩個重點 有兩個 一個 一個就是 意外的危機 一個就是 骨捨 頭巡 的問題 那意外的危機 包括 核冷發電 陸上 發生 兩個 重大的 事故 這兩個事故 剛剛 兩位 裡面的人 都有討論到 第一個就是 曾孟明 1986年所發生的 災難 一個就是 2011年的 三年史以後 五島所發生的 這種 四級啊 六級啊 七級啊 甚至 這個 對整個 社會 產生的一個 非常巨大的一個 鬼賣 災難 那 活著 活性 所產生的 癌症 等等所 引發的 健康上的危害 是 非常高 這是 德國 匯合的 一個 理論的一個 降落 基本上 接下來 這個 圖表給大家 看一下 就是 一個 外圍的 德國 事件 發生 十雷 十雷 十雷之後 那個 137 這個 CSDX4 發生的 污染 還是 非常的 嚴重 就是 德國 的一個 大災難 是 非常 非常 可 可 可 就是 在 核 災難 所產生的 情形 接下來就是 這個 德國 匯合 所產生的 尤其是在 2011年的 3月11號之後 就是 那邊在 2011頁的 8月6號 把 這個 德國 有八座 和 的 反應主題 下一個 名字 引音 這是其中的一個 叫做 Bruce Bitter 一個 情形 大家可以 做一個 參考 那 接下來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德國 核電廠 匯合的 情形 就是 第一個 八個 德國的核能包電廠 剛剛已經講過 那 2011年 8月6號 世紀他們的 繼續的 引音的 許可 這八個 核能包電廠 這個地方 那 剩下的 其他還有 所說 核 最晚 在 下面的 這個 時間表 也就是 在 12月31號之前 要完成 第一個 就是 2015年 Graven Imp Imp 核能 發電廠 RP 已經在今年 6月 準備要來 統一 2017年 Brunden 3 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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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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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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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都非常的進步 接下來就是德國的最大的公立發電 塔爾爾爾爾在這片野野上有86隻的公車 每年的發電量可以公立大約有6萬戶 下體全有電 我昨天在新聞媒體上發現 我們青山有一個什麼 地熱發電 地熱發電大概可以提供1萬3千元的用戶 這也是一個黨制人 大家也注意了一個相對的reformation 這個圖表給大家示範 2012年德國遍地的結果 基本上這個遍地的結果大家可以示範一下 就是核能發電 2012年德國遍地熱發電 然後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喔 栽生的能源已經超越了 我們的發電力 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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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為何的一個畫室的規範 那我是從比較長的方面 就是畫室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做一個挑選 基本上 2011年6月34號 也就是在古島的核電場產生的重大的災變之後 德國的聯邦眾議院 解憶在唱的表情當中 以絕大多數 513票通過第13次的修改顏子能話 各位 這就是前面剛才的收看 這是說 德國當中 妄警報復役 他就是佛東英國小東英雄 我就親才來教授 來唐塞 來婦隆 來 說 欸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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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炎子能話 在整個核冷發電當中 上有許多群眾最重要的角色 最重要的地位 他已經修改了13次 顏子能話 其中也归斥核冷逸用的功勢 跟加速整個能源的過度 好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 他們通過原子能話的修改 然後呢 把整個核冷發電所產生的問題 你如果今天要廢除核冷發電 你還是要找一些替代 找一些過度的東西 然後才可以讓問題的解決 跟問題的衝突 減低降低 最低的程度 這也是 八個核冷電廠運行的 許可證造型的合國 在不同階段期的 整個電廠期限 最後核電廠關閉的時間 是在2020年底 然後這樣一個法案 是 什麼時候統一 然後 和總統簽署 然後生效 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 可以思考的意思 然後 那 反觀台灣呢 在整個法治面上 我覺得呢 就是 普通一筒 小王一將 整個 產生法治 錯誤的現象 之後 我們來試一看 那 目前呢 台灣的法治的現況 簡單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揮核家園 是一個 影響 那 這個影響到底是不是台灣的 所謂的 伍佛幣 伍佛邦呢 就可得知 還需要靠著台灣人員的 一個共同的努力 2013年的1月 兩年前 民主政府黨的黨團 引起了一個 揮核家園 推動法治的草案 其實呢 揮核家園 早在 2002年 12月 11日 所公布的 環境基盟法 包括23條 確定 明確 大家也規觀 不過我們看這個條文 政府應該要 訂定計畫 逐步來達成 揮核家園的目標 並且應該要加強 核人安全的廣制 就是 浮色 廣物 放射性 物藥管理 以及環境 浮色真正 來確保 民眾 生活 避免浮色的遺憾 逐步 達成 這是 可以 雖然在 對於 已經有這種 揮核家園的理念 可是 各位知道 已經經過了 四十幾年 好像還沒有 一個具體的誇張 後來 在去年 四十二十八 經過 俠貝爾 他們以後 核式電腦的 一個建設 提到到 一個空火結地 這樣一個場面 也就是說 台灣 台灣 也會是 集中在 北福地區 就是 台北人口中 跟他們一起 然後 北福地區 也進來 有兩個 核人包電腦 還不夠 還要任何 第三個核人包電腦 和四個商店 耗費了 時間 人力 物力 財力 有多高 所以 結果 他們之後 這樣一個 公火結定的結果 是 以後怎樣的發展 還是在 我個人的傳證 還是在 規定之間 好 那 基本上 我認為 應該要回味到 憲政的核心價值的思考 第一個 環境國人理念 環境法復優先 第二個 法師國人理念 民主法師優先 第三 社會國人理念 做的事 長大 要優先的來 法復 一是 知識國人理念 要尊重 創業 第五 文化國人理念 尊重文化 優先 這就是 值得大家 很想思考 國人理念 一個 核心的詳詞 到底也要 和氣 合脫 最後 做一個 簡單的 結議 第一個 台灣 法師做到的問題 到底要怎樣 拿下機器 當然 就是 我們立馬 才有辦法 可是 台灣的立馬 品質 基本上 讓很多人 都會 苗頭 嘆息 改進台灣的立馬 品質 第二個問題 到底要怎樣 來回歸 環境保護優先 第三個問題 要怎樣才 做到台灣的 環境和法治 走向 現任 影響核心的價值 接下來就是 環保的持法人員 漠視未來法治的現象 到底怎樣才可以 回歸 環境和冷革 接下來 隨意法治 翻譯政策問題 合作人員 在台灣的 社會問題 環境問題 很多都牽涉到 執行練 跟理論練 才可以 有效的配合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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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osium 在台灣的代理 歐斯 最後就是 回歸 今天所講的問題 現代理想國 傳遺國 事實 文化國 基本上 都是 緩直的 以我 大家一起 吸收 共同來 努力 和 重要的 方向 分架 好 謝謝大家 今天 就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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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詳細的介紹的 德國會合之路 當然 德國 作為一個 算是一個 高度工業發展的國家 就是 當他們看到了 那個 日本的 補充核災之後 他們並不會認為說 啊 這個 像我們台電 或者經常 反正這個 不會發生在我們 會不會發生在我們 台灣 它就像 剛好發生在 那時候 我們也發生在北部 所以呢 合一合二合十 都不會有問題 人家的派對 但是如果 用 這麼謹慎的派對 來看待這種 負荷性大開的問題 所以他們 也必然覺得 就要走上 這個 配合之路 在做 2020 就決定 讓他們 學運得 好 那 除了說 剛剛已經跟兩位老師的 那個分析介紹之外 之後 那我想 我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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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西蘭董事長 陶宜蘭根文 基金會董事長 他也特別的 就是 參照 那個 這個時候 在處理這個 甘絲族 這是用1.20的方式 做了一個 模型 大家放在前面 那 這一部分 剛剛是有 柯立維克老師 跟大家先做一些 簡單的 一些介紹分享 那接下來 後面的時間 我們再來開放給 那個 這個討論 我想搞不定 會有很多 問題 要解決 好 來 各位 我今天這個機會 因為 林彈佑 今天為了 陳西蘭董事長 非常大的興趣 今天 我們做了一個 讓大家了解 到底 人量貌是什麼 到底何必要 該死 是什麼 非常非常期待 您的 介紹 首先 這個是一個 長度是20比1 然後 X跟Y是1比1的燃料數 合一場的燃料數 這一次呢 到今天 已經差不多四個月 還沒有辦法起一個 合一場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斷掉 就是提板 一提起來 怎麼沒有重量 原來呢 這個水瓣這個位置斷掉 所以一直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起 這裡面大概有 十乘十 一百個位置 那中間的那個 水瓣 佔了幾個空間 這個就是 標準的燃料數 然後呢 每一根燃料棒 那就是 外面呢 它還有一個 這叫燃料夾複套 這叫燃料夾複套 整個非常好固起來 這樣子 對 這一根燃料棒 它的輻射線 比蘭宇的十萬元還要好 它的輻射線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一個 代表 一個燃料樹 那麼 乾式儲存呢 像 河衣場 這麼一個 不鏽鋼筒 裡面擺了五十六樹 這個東西 那 河原所發生 清暴的人 分六次清暴 第七次清暴 叫四五 只是 一個儲存位置呢 才四根燃料棒 它就發生了那麼多次清暴 可是 它卻去承包這個工程 非常危險 這個東西呢 裡面 河衣場還叫五十六樹 三千五百多支燃料棒 漢道有二十幾公尺 這個漢道 二十幾公尺 那 那一般出問題 就是漢道出問題 三個是蓋子 蓋子 蓋子加厚度加漢 大概有七英寸 所以 真的很懷疑 我們台灣的漢節技術 能不能伸縮到那個施力 還有這個是 不修巴 像零四六 美國倫利亞施力提出的一些提起 這個是不安全的 尤其在海邊 大量的魚 就是 那個年份 會侵蝕它 然後呢 這個東西 放在一個 這個桶 在裡面放進去 然後上面蓋起來 蓋起來以後呢 上面再蓋起來 原來是這樣子的人 它靠什麼來冷卻 底下的一個洞進去 上面一個洞出來 可是因為 它可能輻射線太高 所以呢 外面又加了水泥桶 一個人套起來 所以這個呢 可是這個水泥桶 有沒有經過美國N2C的核准 沒有 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放進去 那水泥桶 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就是隔熱出問題 隔熱出問題 所以裡面會很熱 那旁邊有大土山 萬一發生火山 不要說爆炸 就是噴出一些東西來 那個灰泥 這是進氣口 這麼小 不到一秒 不到一秒 這個是出氣口 萬一這個底下 不管是捨屬 不管是任何的土石 泥巴 旁邊還有肺輪胎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 什麼 破水的肺輪胎 來綁固山坡地 哪一天上面發生一個地震 發生什麼山坡地 往那個土石加輪胎的碎片 把它這個小孔堵死 就往蛋 上面再蓋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單身組織 為什麼我們堅決堅決 反對這種問題 第一個 核言所有這個能力嗎 它是主包商 它是一個研究機構 像中研究機構 這個裡面都是牽涉到什麼 工程、發包、進度、管制 核言所有這個能力嗎 我個人在核言所服務的十年年 每天是做研究工作 怎麼有工程的能力 不可能的就是層層做研究 如此 整個講起來 再次介紹到這裡 我們整個核電 我補充一下 教授 就是一種 既得利益的 銅槍鐵壁 利用專家的位階 養了一批打手 直接的能力 再做就有 然後 沒有倫理道理 攻擊八十幾歲 老教授 是用這種方式的 家家真的很痛心 老爸好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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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親家中的事 故障來這個測試 揺不出了 我們自己的手 ty 然後都卻整理的 顧一顧 顧一顧 顧膜 巴巴發給 還是在就 你手折 還是 pocket 現在又 этом 已經се 就是 這個不利啦 這麼好 因為那個乾脆都把他拿掉了 可是就在他那個 無辜的一個優點組織啦 在他希望是一來三的兒座 和二十一百的兒座 一來三的兒座 和二十一百的兒座 但這不是什麼啦 和這絕望的主義 因為他就是高度四個 四個高度啦 然後 他看 四個是高度 他也是從說是一種理由啊 然後 看來還有看說法 wouldn't 所以這一個意思 根據就是 一是兩把 才是兩把 才是一把 他現在他應該就一樣 醫院就一樣 還有一個是 一個是 他一個是 Somebody fucking hurt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forth and forth, that guys are just addressing part of the group of different services, so it's gonna be there, so we have already decided to get up of it. 象牙 我們來給我一個 太多好的 因為啦 直播市場 大概有辦法 不過 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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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到的 沒得到的 大家 這些了 這是有從多個社會來的 所以很難拿到的 謝謝陳希臺董事長做的補充生 而且他們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去用這個1比20樣比例 很清楚讓我們知道說 政府現在正在要想要做的這個乾式儲存 大概是怎麼樣一個結構 那其實這個該不該讓他做乾式儲存 其實現在有一個那個 因為環比已經通過之後 現在其實也有那個 有我們EZA的張綠律師跟蠻野新竹生財協會的蔡雅宜律師 他們共同一直也在打這個訴訟 當然這個訴訟我沒有參與到 另一個原因是我當環比委的時候 曾經有參與審這個案子 但是當時當我一直都有高度儀式 沒有讓他過了 但是後來環比委換了好幾期 果然是因為我講說我當時有審過這個案子 所以按照我們律師法規定 不方便再恰恰去處理這個案件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上有點趕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至少開放三位 如果針對剛剛我們的那個分享 你大概有一些簡單課的看完 或者有一些問題提問 但是拜託大家 因為大概時間上已經比較晚了 是不是盡量的再減短的大概在三分 如果提問題我們就盡量減短 好 那各位三分鐘 那個以三分鐘左右作為那個提問標準 如果真的要有更有些看法 那我想也盡量不要超過五分鐘 好 這麼多 好啦 那個 楊貓先生 等一下 給一個 幫忙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今天是代表一個從國立的辦公室 其實他就是說辦公室裡面也有提一個法案 主要是根據那個E-bay 提問E-bay的高階核廉的現實法律 因為陳立委他便宜的問題是說 他的選區內 就是大環帽子 他事實上是在台電的面部作為 被內定為一個高階核的 最主要的例子 那2017年的特殊路節在場子 所謂的藥店的科學提出報提出來 那我們這個%在原始的時候 因為當時這個環帽子 其實不要去充實 任允額 案子到最後被電竿 所以後來我們也有反下來 那我今天也會帶來發言 那如果現場有歷史的人的話 可以有參與的各位的議員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下一位 我們先人家 我們換那個 對不起 你剛剛不是有舉手嗎 好嗎 對對對 好 好 那直接 總共有四個人舉手了 請看大家都有幾分來 謝謝 大家好 綠色公民請動臉紅 主席雅 其實我們剛剛在聽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我們現在其實看到 很多人對於現在的幾個不同的合費法案 大概都有不同的意見 或是民間也有很多的批評 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連同一些其他的環保團體 大概在四月底的時候 有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說我們在重申說 合費料這個問題作為現在 台灣社會必須真的要作為非常重點 來面對來處置來討論的一個議題 很多人現在有不同的版本 覺得他應該要立法 可是我們認為 就從民間團體的立場的看法 其實是認為在立法之前 可能會有一些前提 會需要擺放在那裡的 比如說幾個前提 大概是第一個 比如說以廚藝為原則的一個核電政策 因為那是說不要再產生更多的合費料 那第二個大概比如說是透明的整個處置程序 那還有一個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說必須要開啟全民共識決的討論 我覺得這個全民共識決的討論 它會比較像是 那個想像大概會比較像是 剛剛周教授他在講的 他可能在一個比較大的爭議的問題之前 他必須可能要透過比較完整的 各方的利害相關方 然後還有整個風險溝通 還有整個審議的過程的討論 那我們其實不斷的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民間團體 或者是這兩個法案 現在很多批評的聲浪 那民間團體是不是應該也要提出一個 民間版本的法案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想要請教 周教授跟詹律師一個問題 就比如說以周教授的觀察 面對合費這樣子一個 在台灣其實是社會信任完全粉碎的情況下 其實我相信各個法案 在現在這個沒有社會互信的狀態之下 也許各種法案提出來 大概其實在 我覺得就是互相不信任啦 所以也沒有辦法再討論下去 所以我其實是想要請教周教授的一個想法 就是面對一個社會爭議比較大 然後一個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一個否決社會的一個情況之下 一個立法的過程 就是一個立法針對合費 就有可能在一個大家都沒有信任程度的情況底下 提出一個好的法案嗎 就是一個法案的直接的提出 它是我們現在的第一步嗎 它是說它可能還要經過怎麼樣的過程 我剛剛有聽到周教授有講一個 倫理委員會 我不知道比如說像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把不同的 比如說什麼社會科學倫理 把不同方式就是不只是科學專業討論的 其他領域都帶進來的這個東西 它是有辦法放在一個法律框架之下來設計 還是說它也許是應該 那個步驟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想要就是請教周老師的意見這樣 好 謝謝我們先 我們就先把問題都先提完 因為有可能不是像剛才跟我先生 只是有興趣 法案有興趣就大家去拿這樣 好 來 這邊這個 謝謝 我是培安法的行動聯盟執行長 郭慶平 感謝EK我們團體人的討論給會 他長期對培安的請求 尤其對合理的查跟個案提供的提供 而剛剛我也被他所申請的提供 目前正在有三個案提供 今天非常早期的說實在 從經過五十九年的營餐廠開始凍風到之前 終於能夠討論到這個情況 終於能夠討論到這個情況 或許我們不是一個 有一個朋友圖書很高的或是一個參賽人 有時候他們在一些產業公司 科技必須要有道德 今天終於要道德 我們講道德 我想各位剛剛都清楚 科學的發展也必須要有什麼 有徵選 有公家 公家的改革是什麼 所以信仰 本性 今天如果剛剛我們立謀 學老師他改革 他要改革 其實是很深刻的 我們要討論什麼 法律可能比較多東西 法律真的有夠多嗎 我們在核電廠外談天下午 有時候他們在核電廠今天 誰有信說 一把警察 法律都多嗎 或是都是一些惡法 今天能夠看到台灣 能夠進入討論到核廢 以前大家想到核廢的 我們在做的很夥伴 不顧我再想 這是改革的十萬種的核廢業 有沒有想過核廢三廠 這些包貼核廢的 他甚至比核電廠還要嚴重 而且他的危害其實要查 今天很招勁 包括 改革教授 談到本身的主題 我說實在 談得很久 我們很激動的來講 今天說實在 看到一點點 台灣的什麼光 說實在有很多問題 也幫我再看到這個時間看 但是我 很感謝主辦單位 還有兩位教授 還有我們 宜蘭的我們今天會參照 他今天拿著 藍藥書 還有那些藍藥 玩 原來還有家裡面 我們專門藍藥玩 這邊是實行法 也能讓我看齊 我這邊要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尤其以專醫師的角度 法律的角度 在這個立法的時候 能不能追究 追究這一些和人的發展者 所造成以後 可能有問題的行政 則呢 包括和後官 現在如果到窮易 要增長窮不窮易 三千四百多億的錢 如果不夠的話 有沒有辦法追究 很多問題我想 大家都急於在談法律 我們法做多了 包括現在的窮易單身 平常的窮易計劃 大家看到了嗎 沒有公布 但是先丟了一個 讓社會參與所謂環境的意見 沒有計劃怎麼去產生環境的意見 我都不曉得這個政府在幹嘛 但是 就我兩次看到兩個階段的窮易計劃 不小心看到了 根本不是窮易計劃 有機會大家去追問 追問安安 這等於是開大機嗎 裡面有什麼 國外的窮易計劃是什麼 是把土地窮易的 安安靜靜的環境當天的人民 甚至有些當公務員 有些當公務員 有些當公務員 但是 我所看到的窮易 這兩個階段的窮易計劃 裡面是什麼 可不可以用保留區 風力發電所 核易地 火力發電機 還有核能研究室 神等的一大堆 那個真的不是窮易計劃 所以 謝謝各位 謝謝 張醫師 我會來參加他們的一個活動 謝謝 謝謝 其實我跟你們也是非常辛苦 在那邊奮鬥很多年 我們也非常的敬佩 好 還有兩個班 那兩個月多 來 然後等一下 來 因為剛剛兩個學生先舉的 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學的林若晨 我想要做一個個人先見的 就是 張醫師有提到說 就是 這整個都非常的異議 必須要去避免 一些從數段加進去的檢測 我是非常認同的一點 然後教授有提到說 就是 就是 參與和廢掉這些領域的東西 必須要提供 多於多方面的領域 包含著科學 還是社會文文等領域 都也有所參與 所以 我們回到法規面來看的話 就是在 這個 就是 王教授所提的法案裡面的 條文精神裡面 他其實是參照法國兩個委員 就是第七條裡面 是參照法國兩個委員會的精神 包含的一個是 資訊公開莫名化 另外一個是 提供公眾電路的 人家有一個平台 然後 在第七條的第一條 和第二條裡面 分別把這兩個精神 列入了 然後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在下面有寫 就是剛剛大家有提到 他是 全部的組成 都是由各縣市政府所推薦的委員 包含了社會公正的是 民間團體大學 專家學者 然後 這個大家去試想 他會推薦出來的代表是誰 大學生代表這個 大學生代表這個 縣市政府意見的 所以我會猜想 他的推薦比較具有 民間色彩 還是地方的環保圖師 所以這一點 我會覺得 他是在落實一個 公民參與的部分 然後 另外 在第八條裡面 他 額外成立了一個 科技諮詢委員會 然後科技諮詢委員會 在律師的意見下之 專家的意見 主要是一個評選彈指 還是提供一些 質詢的角色就好了 然後他主要 的確也是由專家選擇所提成 但是他 就是大家去看他條文內容 在第一項裡面 他其實也是針對 那些什麼 這些核廢的政策 還是這些執行的情形 進行一個評估的調整 他並沒有角色權 所以我覺得這兩條性 都會有落實到 他預期還是中央的事 會有進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最後兩位 最後要分享 老師 我問是全農委員工業者江祥語 剛才周教授 他的圖表中有講到 德國的廢量是2022年 或2020年 然後現在的 德國的核能 發展還有16% 所以 德國的核廢量 會一直延續到 至少到2022年 是確定的 台灣 台灣是現在就要廢核 現在要全部獲得 核廳廠都不要營運了 而不是漸進的 台灣是比 德國還要厲害 比德國還要行 再來就是 剛剛一直講到 核廢量 這些放射性和廢機物 會有問題 律師一直講到說 這就是台電會製造 其實這是錯誤的 其實農業 醫療和工業 都會知道 遺放射性廢機物 像是F60 像是核延3C 這些在醫療工業 和農業都會使用到 這些也都會製造廢機物 在蘭嶺的放射性廢機物裡面 有11%是這些製造出來的 如果我們就用 台電尾標法去反對 地方射性被紀錄的組織的話 那這些要怎麼辦 謝謝 那 還會講明天說 這麼多很危險 這麼多高射性的難了 那個 這兩個法案主要 要處理的是 高方色性可被料 不是那個 你剛剛有講 地方射性被紀錄嗎 那是你沒有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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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再講明天是 那個 台大藝術科的系 怎麼在這個角 那 那時候 長期來的時候 都會 看到一些 都比較相關的東西 我個人呢 做八月 也不在練 有什麼高方色性 廢棄的 常識的設計 那這一次 為什麼 會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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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 這個 是一個 民間 非共和略的 化碳 整個小組 出來的 那 這個 這個小組成員 大部分 其實都是 當初 做 對 那 為什麼 叫做 因為去年 大概這個時候 曾經 推出 就是 行政院 一個的 行政法 這個 發展 推開 我想參加 那種 說明會 但是呢 聽得懂的說明會 內容 都太多 我們是 少是可以聽得懂的人 因為 他們已經涉及到 兩個 三件事情 我們覺得說 是一個 非常 非常 危險 一些事情 一個 就是 何非要在職 的事情 這是一個 大家 非常大會 但是呢 它是肯定的 應變方案 也就是說 大家 知道 合一合二 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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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要十塊嗎 但是呢 如果 不把 一出現化 那 現在 要報名 就得然 沒用報名 這個問題 會使得 國內 做得下去 所以呢 要遇到化合 去做 戰術 三十年級 我已經知道說 戰術已經不適合 不能再這樣做 因為 浪費 我們那是 一切 所以 這是 這件事情是 我們該做 而我們要去一個 三百 現在看起來是第一期 一來二 當時 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非常 這個事情 第二件事情 這個 就是說 進外的處置 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是 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做 要做 長期的處置 做 那個 處一 親密的處理器 要是說 我們這代大陸道 最大分錢 可以留在下一個人 這個錢呢 現在 被拿去做 這個 再處理化 那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 境外處置 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是說 他用境外處置 來盲閉我們 在境內 醫師內 進展 那個 有這個境 然後境內 這個事情 這個 他們並沒有 真的想做的 那個人 說 他們 說 民眾團隊 做得下去 做得下去 那 當時呢 還有 他們提到 兵法組織 這個查詐事情 其實在城市面 是這個時候 兵法組織 選擇 小人已經成立 已經選出廠商 但是 我們都不卡住 七八年 所以 他們沒有進展 那 剛才要處置的事情呢 我們看到的時候 他們確實已經出現 你廢核以後 我們這個 在裡面的那個 高房組織 這個廢要 其實更為顯得 就像日本這一處是一樣的 高房匯要 這樣會造成更多的風險 所以 大家在上海的時候 要 迎接權利 這個案 那 最主要組織 兩件事情 就是說 要把這個 發財基金 要發出 一部法術畫 它裡面稍微 修改一點 就可以做 和配料出 那 再修改一點 就可以做 這個 就是 乾純 這裡面 從畫了六百九十 非常大的數字 看起來就知道說 和危機 墨生多少 所以 不得不虛 放置畫 那是最主要的這件事情 那 這個法人 不通過的話 我們當時在 一部各種當中 雖然一部讀過 但是 看到說 現在 什麼 做到的事情 是法術 再處理案 暫時割止 那 行政院 這個法人案 也是被暫時割止 那個法人案 如果進來的話 我們 都會要主持 大概是 倒退室內 上 公白授權 然後 這個 六幾幾 然後 我們不做事情的事情 所以 能反對這件事情 好 那 反過來說 我們雖然說 暫時割止這兩件事情 但是 到年底之前 如果 或是通過 這類的法術法案的話 那 其實 所有東西 都可以暫時限定 那 很多 反復團體 對這個 有很多意見 有多虛性的手下 其實 反復的這條 數學 基本上 本來是 我們的方向 那麼 在這多年前 我們注意到說 大家有很多意見 關於公圖 那公圖 自己看一下 話說最近很可惜 拿公圖的孩子 當初是 我們造先版本 一個很重要的授權 可是 我們有三位 宣指小組 可以告訴你說 公圖 我們是 整個 遺忘的 憑著 希望 除非我們設計 一個 能夠 能夠的事情 能夠的 幫忙 它才 真的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建本部長的 整個 準備的權力 然後 最常 國外的 其實我們很有限 我們本來 為了 和 分擔 不算 但是 在做 學校 就告訴我們說 它是一個 類似的 不一樣的話 放進去 也不妨 也不反對 只會是說 希望說 它能夠 工作 就算現在的設計 剛才是說的 發生的 它也要防止說 它們其實是 有的 叫做 管理委員會 他們那邊先 提出 可以被打散 然後呢 再經過 資訊交流委員會 同意 我們的資訊交流會 相關主 相關我們這些事情 話題們的 跟審 他們同意以後 才能夠交給地方 去投票 就是鄉鎮公署 然後縣 然後再拿 地方 說實話 師父 這個責案 可能會 或是縣的 還會到 但是 如果我們 縣不同意做 那什麼問題呢 譬如說 我們發力道說 這個時候 你講 是個鄉鎮 或者說 連接的鄉鎮 就 以 達人來看 那連接的鄉鎮 就說 來 看北邊的鄉鎮 西洋 但除了 對方的圖 限制 那你的法律 限制 或者再有設計 所以 這裡就出現了 一些困境 正情 如果是你鬼王 能解決的話 空徒 趁時間不足 討齊 所以 我總會反對 他們 還希望 像這樣的設計的話 大家都會 都會在 所以 最後 就像說 現在的設計 我的希望 是說 能夠反向 達人 這是一個 賽 它是從經過公布 公開的便會 經過 雙米繪華 一年兩天 才能把他決定 說 大家都會 不容易 要交換 不容易 才能夠 開始 第一段 能力的 這個程序 真的不要說 所以 這個方式 比較可惜 是 帥 一起 調整的 情緒 我們如果 曾經過這一套 大家的 多大 會 會 那 在公布上 有一點專長 然後 這個 平常就是 來放棄 人 的環境 所以這一點 請 過去 我們也能夠 過了 陰陰神經 在十五年中 移動 這個 我們也親切 面對 幫助 反對 然後呢 工業界 像是化工界 也是 看 反方法 以後 用意見 這個 這個 一種 工業界 總工協助老師 跟這個 東京協助 跟 東京協助 去郭文 他說 我們怎麼講 好像就 經歷他講 沒辦法 這個 說他就是 我來 他叫自己講 然後 他會有去哪 他會有開 最後關鍵的是 在 這個 工業宿所 之間 就是說 我們答應 把工業宿所 換 我們分析 是 這樣今天一樣 工業宿所 當時沒有考慮的事情 我們並不懂得考慮 但是呢 別人不考慮到 所以 當然覺得 非常好 加進去 說話呢 就和 所以呢 這個 我們一合的話 我講的是 很容易 喝的問題 一點問題 只要說 大家覺得 這工的方式 夠喝了 我們可以往後喝 這個問題 第二 提到說 會 和肥料 是一個套館 和肥 原意不入 我想 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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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尤其 合 是 如果 我們所選的這個案子的話 我想 和肥料 其實是 做了 例如說 不可能 對 他們 會不會 在事情 它是屬於別的 包含 但是呢 這個做下去的話 我們其實把 這個 和肥基金呢 費碎 這個 這個作用 但是 如果 台電覺得說 我 一定要輸出去 然後再來交代這個案子 好 對不起 大夫道謝 我只希望說 將來 能夠說 大家 所做的這件事 因為我們 面對最困難的部分 是政府 政府的部門 對我們壓力最大 也就是說 如果 我們的民間 的機構 還能夠做的話 當然 我們對政府 無法實行 中國壓力 也就是說 任何法案 那 因為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想把那個 剛剛說 幾位八爺 或者像 我們這個公民 行動聯盟 他們所提的問題 那 要不要我們先 我想 我們先 讓兩位 我們談的先 就是 他在綜合的 他在綜合的 兩個問題 要特別來回應 或者綜合的感想 那 我們現在來 各講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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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臺灣其實臭時有惟禮 但是這個結構在於是過去的威權的制度 被克制造成所有惟禮 所以這是必須要的信號 所以在這個不信任的環境管制架構底下 如果這個沒有適滿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話是很重要的 那剛剛加大師其實 我想他也有成本在解釋了整個草案的發展過程 那裡面有一些具體的東西我剛剛也提供了一些建議 我想可以提到 就是說剛剛我想我們陪大師會同學提到 就是說這個草案的說明 參考的話 我方面的相關的草案 就是過我們資訊人會有多相關 不過這個如果我們講到更細分的一些 設施的報復 又一起考驗進入教育會的組成 還有把它運作 其實這個在臺灣就是說 如果可以從我剛才講 我們過去對臺灣環境管制 或是經濟管制的觀察 就我個人 我不是怎麼反映團體 或是反映個人 我也是一個學者 我老實講 我不太放心 就是這個操作 包括臺灣這十年 引進所謂的風雨揮跟共識揮 我們在社會科學界 我們會有很好的意義 那這邊 譬如說這邊有指標是說 可以產生公開電路的公民發表會 緊急民眾生 我覺得這個事情在臺灣 可能要重新來過 因為這個不是像這樣的說明 法國人法國的環境 但蔓延單蔓的權力過世的環境 我們臺灣其實在這個部分 其實必須在公開說一次 我們社會科學界對於 當然也有社會科學界的人 引進了公民歸神力民主 我們沒有好好的意義 因為這個東西在臺灣的土壤 身上面臨很多的 很多人看過 我現在解決了 那包括這個 這個環境遜履的版本 一個十條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在立法技術上 可能有點疑密 有問題 就是基本上 我們從修憲管理的角度來講 這個資訊交流 這個資訊交流文會 他應該不是最後的風險管理者 可是在第二十條去設置 一條相關的全國性的辯論 然後最後有議會決議者 可是變成法覆 其實一條例會變成追蹤的風險管理者 我們通常一般在看這樣的文會 他只是一個資訊的文會 最後的風險管理者是決算者 就是所謂的中央政策 他不正式責任 所以風險溝通的程式 資訊交流文應該是在風險溝通的程式 那科技的資訊委員會 應該是在風險溝通的程式 那我剛剛提醒的是說 在這兩個層次底下的設置 還有在現實上去做會議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 大家再理思考一下 那如果是這兩個層 就是風險溝通的 又是風險溝通的 最後有一個風險管理者 應該是所謂的政府決策者 那誰是政府決策者 那這邊又設施 又是他的主管機關 又是經濟部 好像經濟部又是最後的決策 這整個設施在我們 在我們來看我們整體的 貢獻治理的 model 原來其實是有點錯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從學理上 我是從學理上也很增進 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必須要從今來省事 然後這個剛剛我想徐專頁特別提到的 我剛剛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如果面對台灣能源轉型 這個問題 當然大家在現場 大家在那個不一樣的立場 有人支持核能俱訓 有人支持應該趁反核能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心目 問題是說現在台灣真的是在衝撞這個問題 台灣在面對這麼大的能源轉型 我真的覺得是說 尤其我們現在其實幾個政治人物 還有整個政府體制 還有整個相關的這個民主體制 民主機制要進行總選總統大選 所以現在在相關處 你的面對這樣的能源轉型的過程裡面 其實很多是要真的慎重來思考 我再提供一下我們通常 在看這樣的轉型社會會 會思考到幾個機制 就是一個是認知的問題 就是大家對於能源的認知問題 大家現在也沒有過失 然後再來制度理性的問題 制度理性就剛剛我們講 這個管制能源的最後的 竟然是經濟部能源區 因為這個能源的部分裡面會牽涉到 核能會牽涉到很多環境的問題 那怎麼會只是經濟部能源區 這是制度理性 然後經濟部我們就一直認為 它有在食物在經濟上 它就一直在以經濟為發展 它根本就不管你的環境保護 它也不管你的人權 它也不管你的勞工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制度理性能在台灣 是設置可能就有大的問題 那技術理性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這也不是一個不好聽的拼音 而是現實上我們看到的 的確各位如果看到我們處理食品的事情 常常都覺得都用技術成績在處理倫理的問題 所以才會出現說 說水油拿來蒸化以後變成 只是一個劣質油還綠燈縮 這種技術理性出來的這種說法 這個是我們當時的 市民要務管理署的署長講出來的 講出來的話就表示 我沒有說它在技術上不會 可是它在倫理上 這根本就是民眾不能接受的 就是說他們把這樣的一個model放到這裡 所以除了認知制度理性 還有技術的東西之外 到最後當然是最後我們講的 有沒有一個能源市場現在 台灣的能源市場現在 還是一個都斷型的能源市場 除了台電跟有的ITV之外 在沒有充分的資訊諾問底下 沒有充分的溝通底下 現在大家要去談能源的轉型 我覺得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我有很深的體會 我覺得台灣其實要談能源的轉型 大家要好好 我想在場也有 這個橫沼重點的劉恩城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來好好談能源的轉型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有政府 這個相關的能源資訊 一定要透明化 大家才能夠好好說下來 否則在今天資訊不夠透明 能源不夠充分民主底下 其實大家都是互相在對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困境 所以這樣子的困境也很難 台灣社會已經在高度期待到 我們剛剛講的轉型最後一點 就是要做了一個公民的產業 或是透明的產業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 就是說從整個社會的認知 制度、理性、技術 還有整個以經濟為主發展的模型 到所謂的能源市場 到整個公民的產業 我覺得這六個元素 都是我們要真的大家好好走下來的 否則台灣的能源轉型 我想永遠會繼續這樣推理下去 這是我真的 我真的 剛剛賈老師特別提的這個立法的難堪 我覺得是聽到這個立法難堪 好像普利益這樣的一個法 好像就會讓這個暫時的這個動情 會產生其他過法的過法 然後公共的困境也是類似的 我覺得就是說 但是立了這個法 我們現在剛很擔心就是說 就是我個人 我個人也是這兩個禮拜才看到這個案子 從學理上來講 我覺得說在這個還沒有充分完全 整個社會會與能源轉型 大的架構 沒有辯論的狀況底下 那對這種細部的立法技術 又會產生各種疑慮的時候 這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 大家真的要往下看 來重新來看整個台灣的溝通 所以剛剛那個徐轉眼特別提到 能源倫理委員會 其實就是說 這個其實它在學理上設置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能源 把科技的問題 拉到這個不是只有技術的問題之外 尤其它是在台灣面對這麼大的社會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是需要透過一個能源倫理委員的機制 那在德國的模型底下 它就是設立在這個總理底下的一個委員會 那所以我其實在我們在前年底的時候 很快 我們在前年底的死安事件的時候 其實我們風險社會儀 這類的一個中心 和我們機械人級的 包括科媒老師 我們提了一個建議 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成立一個環境級倫理委員會 因為它可以包含很多科技 很多包括食品 很多相關技術 因為這個是要來討論來處理 那這樣一個倫理委員會的位階 跟它的功能 還有它所要舉辦的各種 譬如說風雨參委辦的各種風雨 它可能它的社會信念度會比較好 那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一樣最後一小點就是 如果是說那個黃昌緯委員這個版本 這個資訊交流委員會 因為它的地位可能就會被受到失禮 如果他來委辦各種所謂的交流公眾意見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實質上有困難 在因果在德國的情況底下 其實它的價格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這是我總理的一個意見 我也與眾欣賞大家對這塊土地都在明認真思考 我們在很多場合 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覺得從總體來講 台灣在面臨這個 不只是能源轉型 我們今天談的是能源轉型這個問題 還沒有一個定調的時候 我覺得任何的立法技術 或是任何的立法的階段 我覺得都要提一下 尤其現在可能面臨總統大選 以後新的能源政策 在能源政策還沒有提供之前 我覺得很多東西 包括我們在環保署的意思 要求我們認為是說 能源的這個政策的關閉 也都還沒有通過 因為他今天是大陸的選項 你這東西都沒有一個 國家未來來都還沒確定的時候 你要去做下面細部的構作 我想任何人都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的一個建議 謝謝 好 謝謝 基本上我回應周教授的意見 就是這兩個法案 基本上從比較好的觀點來看 我並不贊成這兩個法案 基本上我會認為 會合的問題也好 合會的問題也好 都應該要透過技術的程度 應該要先掌握比較大的方向 比較大的架構 要有一個核心價值的顯現 才能夠落實到更細部的問題 那合會立法 基本上我並不太贊同 也就是說 合會的問題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要先掌握整個憲政的架構 如果我們的憲政的架構 不過你見 今天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法式國家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很基本的問題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這個國家 但是從一個國民主結的華裏來看 還有的 那會合跟合會立法 還有其他關係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多了很久 我想我大概就簡單做一下說明 其實尊主人中剛剛周老師所講的 我想大家可能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基於認同台灣 愛台灣的心來想要處理事情 只是說或許每一個人看事情出發的角度 可能會有不一樣 那我也很贊成周老師講的 我們要先從能源政策這個大方向 看它如何轉型 這個大方向決定之後 可能後面比較細的法律 再來看看說它有沒有必要 那既有的法律制度有沒有不夠的地方 比如說其實有關這個方色性被欺物的處理 我們既有應該是在那個方色性物料管理法裡面 其實已經有一個章節在規定 那我們從來還沒有機會真正付出去實現 我們會清楚知道說 裡面的那個有哪些不夠的嗎 如果還沒有機會做這樣體驗 其實很快再生出另外一部法律出來 那其實當然會就會跌通教育 而且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也會看說 當要產出另外一部法律 我們參考的標定的那個對象 其實營業就會影響到這整個法律制度設計的走向 如果剛剛那個 這個我們說以那個賈老師所提到的 黃昭溫的這個版本 如果最原始它一開始如果參採的 可能是去找德國的瑞典的或分蘭的 它可能制度設計走向可能會不一樣 那參考到法國 法國現在還是屬於永而最堅決的 其實它希望繼續不斷地有它的那個 可能電腦的那個運作 那以這樣子它法律的制度設計的走向 可能就是以核能永續作為一個前提 那當然它會永續產出這個方式性的 廢棄五的情況 那這樣子它在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那個思考的邏輯跟一個已經決定要走向廢核的國家 它要如何處理廢棄五 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邁向 那我們現在表面上 那剛剛鄭老師提到的環境基本上 引起到說我們應該要走向廢核的家園 但是事實上不同的政黨執政的時候 它對於這方面的第一場是 我們可以講說是搖擺的 民進黨的邏輯思考 這對這個代表我們電黨 可能跟國民黨會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民進黨即便它上來 它或許也不敢冒然 接下來再馬上就廢核 那可能只是慢慢慢慢的時間 讓它處理只是這樣子走 那這樣子從這些不同的邏輯 法來的制度設計應該都會不一樣 所以至少我們認為 我也認同說 像周葵老師所講的 在我們最終極這個能源政策 還沒有辦法定案之前 你這個後端的技術 比較屬於技術成分處理的這個法案 不一定要超 就是一定要那麼的急 更何況沒有這個法案 我們相關的 即便所謂的核廢技術 處理的這些研究 都從在國科會 在原人會底下 也是可以 本來既有的制度 就可以繼續先去實行 但是如果過去幾十年 光陰都浪費掉了 現在突然這個法案 真的就能夠讓我們 核廢處理的技術 可以一頭趕上嗎 那當然是很大 也更何況台灣地匣 人仇 那環境的情況 我們真的要做這個 尤其是高方色性 以及長半衰期的那個 低方色性飛機物 這一些的最終處理 是常識 它真的有那麼容易 可以選得出來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 放在心裡面 重新來思考 那不一定一致的論壇 會有產生什麼樣子的 決定性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很清楚的把 這個議題應該面對的問題 至少我們希望通過今天的 比較清楚的把它呈現出來 那接下來或許大家可以再努力 那也如周老師所說的 我想過去的政府的決策模式 會讓政府跟民間 甚至民間不同立場之間 常常是慣性留為對立 那如果真的有溝通的可能性 我們當然是覺得 也是期待看到這樣的情況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時間已經耽擱了很久 那我們今天的這場面談 就舉辦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